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本期分享一个免费领取5美金和700兆土耳其流量的eSyn卡 这700兆流量是可以在国内上网的 不需要市民也没有月租 新加坡原生IP 支持Uber扫码添加 废话少说进入主题 首先下载Rones软件 苹果商店需要海外ID 安卓在谷歌商店下载 我也会把安装包放这篇文章 链接就是这个 安装好打开 点击Got it 这里提示我们的手机不支持eSyn 不需要管 直接点击下方这个按钮 到这里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点击下面的按钮去注册 你可以重新注册一个 也可以用谷歌账号登录 注册好账号自动登录 要求获取位置信息 你必须同意 不然到时上不了网 这个软件只要你注册 就送1.25美刀和200兆国内上网流量 此时你需要点击这里添加优惠代码 代码就是这个BLA18 添加之后会赠送你3.75欧和500兆流量 再次返回首页 可以看到你的余额变成了5美刀和700兆流量 接着点击上面这里安装eSyn 点击二维码安装 出现二维码之后截图保存到相册 然后打开Uber软件 如果你还没有Uber卡的 可以去我这篇文章购买一张 享受九折优惠 Uber不仅仅只能装这一张卡 在这篇文章里 还有几十个不同地区的保号和上网eSyn 它们都是我实测过可以装入Uber中使用 因为国内所有手机都不支持eSyn功能 所以只能配合Uber才可以使用 打开软件后点击右下角加号 然后点击相册 选中刚刚保存好的二维码扫描 会自动添加套餐 添加好之后最好备注一下 避免卡都忘记 然后直接启动这张卡上网 当然你也可以先不启动 等你什么时候想用了再启动 永久有效的 如果五分钟后还没有信号 可以开一下飞行模式或者重启手机 用的是连通网络 打开漫游设置 然后选择这张卡上网 测试IP 正宗新加坡原生的 再试试网速 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ChatGPT现在是非常火 火得一塌糊涂的那种 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今天分享一个如何申请 MyFin欧元账户的钱包教程 快如闪电 虽然只是4G网络 但看视频全程无压力 而且是海外网络哦 下面这里是使用情况 点击这里进入 可以用五美刀购买流量 你人在哪里就买哪里的 当然还可以充值 上面这里是数据 后面的是通话 购买通话套餐 还可以打电话 但具体需要你自己测试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了一件三连哦 下期见